好 刚才把Gate导致代码泄漏的这样一个过程咱们演示了一遍 对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演示一个什么呢 也是代码泄漏的啊 叫一个叫DBSDOT的这样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是如果说有些程序员他开发的时候用的是mark电脑开发的 那么呢mark开发电脑 开发那个写代码 他的代码目录下会自动创建一个.dbsdOT的这样一个 DBSDOT的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边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记录什么的 就用来保存展示文件和文件夹的数据文件的 然后每一个文件夹都有对应的这样一个文件 由于开发人员和设计人员在发布代码时没有删除这个隐藏的这个文件 就可能导致文件结构泄漏 原代码等敏感文件信息泄漏 也就是说通过它也可以还原原代码 好吧 比如说你看典型的就是皮卡丘 我现在打开了我本地的皮卡丘那个网站 现在不用打开它 我这getup给你搜一下皮卡丘 皮卡丘是我们安装的一个靶场环境 对不对 这个开发人员 你看打开它 这个开发人员它就用的mark mark电脑开发的 看到它这个目录下了吗 整个这个代码目录下有一个.dbsdOT 好吧 看到它说明它是用mark电脑开发的 mark笔记本写的这些代码 好吧 只有mark电脑才有这个 你用windows linux是没有这个的 没有这个文件的 只有mark电脑是自带这个文件 好吧 那这个文件就跟咱们那个get里面那个点 点get隐藏文件隐藏目录似的 它一通过它也可以恢复这些代码 恢复代码 当然了它可能恢复的不是很全 但是也能恢复一部分 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信息漏 我们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之前搭建的这个法场环境 就是那个战战03 php 你看 里面是不是就有这个.dbsdOT 皮卡丘的目录下 代码目录下就有它 好吧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当前这个app地址是192.168.2.109 2.109 然后访问一下它 皮卡丘正常可以访问 对不对 然后整个这个网址路径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 这是网址路径 对吧 你别挥车 你一挥车它就下载了 看见没有 你一挥车它就开始下载了 好吧 咱们不用把它下载下来 把这个删掉 不用下载下来 咱们干嘛呢 一会儿留着这个网址 一会儿咱们再去把它解析一下 如何来解析 也不用我们自己手动解析 找工具就可以了 那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那个gethack 这个人 他开发了这个工具 他那个工具点开他 点开他的手务 那个工具叫做 这个人好像是专门写这种工具的 repostry 看一下它的所有的仓库 看这个了吗 db ds12 exp 就这个工具 也有Panthe写的 是吧 就这么一个Panthe文件 非常简单 是不是 点击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好吧 我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在这呢 给大家放上了 在这呢 看见没有 然后他主要就是这一个Panthe文件 别的都 readme就是做一个介绍 这个都不用管 这个把它拿回来 就这么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把它放到咱们的cd里面去 cd的temp目录 rs 我把它放在这个目录下来 我这样吧 我在这创建个文件夹 mk dmk dr 创建个文件夹 叫ds吧 cdds里面去 好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来吧 rs查看一下 有了 对不对 有这个文件了啊 我现在把这个文件删掉啊 行 然后 这个cd里面就有这个文件了 然后紧接着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给他了 就我们这个网址 刚才后边加上一个dsstar 那个网址 就可以加给这个工具了 但是我现在这个cd 是那个 刚才我们调成了什么呀 net模式 net模式 是不是 我再给它改回来啊 cd 我再给它改回 这个什么模式啊 那个 敲接模式啊 确定 改回来啊 然后把这网卡 它自己自动重启了 重启之后 ifconfig看一下ip地址 要求这168.2.112 那现在它可以pin通了 应该就可以联通这个能访问这个主机了 因为我这个皮卡丘这个虚拟机啊 部署皮卡丘的这个虚拟机 我用的是敲接模式的啊 所以说我也给凯利改成敲接模式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访问了 凯利就能访问到这个网址了 好吧 那紧接着这个网址写一下啊 名称叫这个是吧 dsstar 然后把它放到这来 这是完整的这个网址 把这个完整的网址拿过来啊 拿过来干嘛啊 我们先在这放一下 先在这放一下啊 放一下留着它 然后打开我们的凯利啊 我这还得重新连一下 这应该就断了 属性给它改一下啊 2.多少来着 2.112是不是 2.112连接一下啊 送一个root 123 然后cd.tmp 目录下边有个ds 是不是 这个pf文件我们上升到这来了 对不对啊 那么python 它可能是python2的 可能是python3的啊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介绍啊 呃 往下往下拉往下拉 是这个 不是这个 刚才找的是哪个呢 是这个是吧 啊叫ds.exp啊 然后直接python 加上这个文件 然后加上网址就可以了 看这个网址了吗 就还有点ds.exp 这个网址啊 他说得安装一下这个 安装一下这两个模块啊 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 好 那我就在这啊 安装一下这两个模块 如果你是pep3的 你就写pep3 好吧 你就pep3 给python3装 好吧 啊 pep3 install 把这个粘贴过来 哎呀 或者你直接pep install也行啊 默认他用的他就是pep3 好吧 那他就是python3啊 给他安装一下 这两个模块是这个代码正常运行 需要的模块啊 好那就ok了 那就直接python python默认就使用python3 对不对 然后dsstart 然后加上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就这个网址嘛 然后给他粘贴到这来啊 然后在这一挥车 好看开始就解析了 ls你查看一下 这里面多了这样一个 呃网址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是不是啊 cd到192下面 ls查看一下 皮卡丘看见没有 cd到皮卡丘目楼下 ls查看 看他的代码 代码是不是有了啊 啊 代码应该是看着不太全啊 你看一下咱们那个皮卡丘里面的代码有这么多 是不是啊 有这么多文件夹 啊你看他这里面有几个解析出来有几个文件夹 文件夹就这三个 对吧很明显少了一些 但是你看这里面确实有很多代码文件泄露出来了 对不对啊 比如你看他 index index.plp你看 这吧 走吧 就皮卡丘嘛 看了吗 看 皮卡丘的这些代码内容就全出来了 好吧 哎 这也是什么呀 就是代码泄露啊 明白这个吗 啊 行 呃这就是 这个 ds道啊 的一个导致文件泄露的这么一个事例啊 咱们就说到这啊 然后这是那个工具网址啊 我给大家放这啊 行 别的就 这个就说到这啊 就这么多啊 我停下视频 可能会把任何收捏 对吧 这是一个分明继续的 就算是一个分明继续的 一年